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峰会 13日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一处度假圣地开幕 据路透社13日报道 G7国家领导人当天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 将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做抵押 为乌克兰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贷款 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卿称 西方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是一种自杀性政策 为了取悦基辅和华盛顿 西方国家已经将自己的金融系统置于危险之中 有分析认为 近年来由于在一系列全球事务上 没有拿出有效应对方案 G7机制的影响力不断下滑 此外由于美英法三国即将面临国内大选 再加上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 在国内面临着名义支持率低迷等问题 这将导致G7在处理欧乌冲突 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力不从心 甚至是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欧乌冲突爆发后 G7和欧盟冻结了价值近3000亿美元 俄罗斯央行的海外资产 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欧洲存放在 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 俄罗斯报纸报13日预计 被冻结俄资产的收益 每年在30亿至50亿欧元之间 法新社称 本次G7批准的500亿美元援助中 大部分资金将以美国政府贷款的形式提供 贷款将以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所产生的收益来进行偿付 资金将在年底前部署到位 据西方官员透露 在峰会举行之前 G7内部已经就上述协议达成了一致 但相关技术和法律细节仍有待敲定 一些问题很复杂 美联社援引一名法国官员的话称 如果未来某一天俄罗斯资产被解冻 或者被冻结资产的收益 不足以偿还贷款 那么就会出现分担责任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称 有关如何将被冻结俄资产提供给乌克兰的辩论 已僵持了一年多 主张完全将其没收的人 既无法说服欧洲各国央行行长 也无法在G7内部获得足够支持 作为一个降级版的选择 不断被美国施压的欧盟上月作出决定 批准将被冻结俄海外资产所产生的净收益 用于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和重建需求 华盛顿邮报分析称 欧洲之所以一直对动用俄罗斯 被冻结资产有所顾气 不仅是因为担心这可能违反国际法 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 引发全球资本逃离欧洲大陆 还有更多考虑 特别是由于绝大部分俄海外资产在欧洲 在美国的巨幸只有大约50亿美元 俄罗斯的任何报复 都可能更多的针对欧洲而不是美国